今天猜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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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我是Zing Gadget的怡君 10块钱的手机保护组件 还有100块钱的手机保护组件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今天来帮你猜 我自己也是一个 不会花超过20块钱 在买screen protector 还有手机壳的人 screen protector我是 可以不用 我就不用的那种 那手机壳 我都是一般在 shopping mall 那种推车 或者是在淘宝上面买 因为第一 我很喜欢很喜欢换手机壳 然后第二 我感觉不到贵的那些手机壳 跟我们一般便宜的 有什么不一样 对我来讲 我觉得只要有保护到手机 就可以了 不过我知道有一些人 是常年都不换手机壳 它可以从透明 用到黄色 从彩色 用到拖色 但还是有些人 会花钱再买 可以防摔啦 防跌啦 又防挂的保护壳 七八十块也有 甚至到两三百块 所以我们现在 就来try 所以我们今天的白老鼠 就是它 Samsung Galaxy S21 Ultra 然后我这里还有一个 一百块钱的这个 金石玻璃壳的手机壳 我们现在就来猜猜看 好像一般我在淘宝买 它是不会给你这种 保护的 手机壳的壳 它是直接装在一个 plastic里面给你 然后 正solid的 看啊 它的边我这样子握 它是软 它不会很像一般 有时我在淘宝上面买 差不多十多块钱 也是类似像这样子的透明的 比较硬的壳 它会你硬捏 它会整个很像有点软软这样子 可是这个不会你看 你硬捏 它还是保持在那个形状 它是玻璃的 然后再我们看一下 它的边框这边 边框这个四个角这边 它都是做到比较厚 它这里是做有点突起来的 它的四个角 大概就是要保护你的 手机壳的四个边边 第一手感就是很solid 然后很稳固 所以我们先来装上去看看 然后是这样子塞进去 哦 它很容易装 有时候你买的壳 如果是软壳的话 当然就没有问题 就是很容易装进去 但是如果你是买硬的壳的话 它有时他们把它的四个边角 都做到很硬 所以你8壳 你就是这样 8 还是你装进去的时候 都会用很多力 不过很像这个你刚看我 这样就很容易 它就滑进去了 拆的话就是这样子 你看这样子 推上去 然后这边再推上来 就觉得它就可以出来了 简单哦 我相信你们也懂啦 如果你们买硬的壳的话 有时你们可能要这样 推推推推推 不然我推到 美国之类 好你看 给你们看到一次这样子装进去 就进去啦 那刚才我不是有讲 这个它的收集壳 旁边这里都是有做 很像比较高一点点的设计 那我发现到哦 它的镜头这边哦 它也是有做咧 我这样子放哦 这样它的镜头 就不会直接压到那个 桌子的表面 就不会挂滑镜头 前面也是有的 就是前面四个脚 也是有做突起来 所以正面放的话 嗯 也是不会压到镜头 平时有时你买很像这样子的 手机壳的话 你直接放这样子在桌子上 就很容易会挂滑嘛 所以有时你不是要拿一个Dissue垫在下面 但是如果是做这样子的设计的话 它就可以比较好的保护到你的 屏幕的镜头 还有相机的镜头 好像刚刚我们看到耶 它的这个四个边框都有做突起的设计 可以防止你的这个屏幕啊 还有相机的镜头变化之外 它这个旁边的边框做软壳也是有一定的用处的 就很像刚刚我示范给你们看就是 它比较容易开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软壳在你手机掉在地上的时候 它就可以缓冲撞击力 还有耶 这个Hoda手机壳是有透过军轨认证的 所以你的手机掉在地上了过后 你也是不用担心它会很像 裂啊还是甩坏 很像刚才我不是有讲它的这个背面 是玻璃踩出来的 那么它其实是二次强化玻璃 就是它没有这么容易破裂 还有它的表面也是很滑顺一下 像我的手 然后我相信里面也是有很多人用过这种 平滑的手机壳 用久了过后握起来 它会有点黏黏啊 然后不滑顺卡卡这样子 但是这个耶 是不会的 它这个是 输水输油的涂层 所以就没有那么会沾指纹哦 容不容易沾指纹呢 你们自己看 那我相信很多人在用透明手机壳的时候 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 很容易变黄 那变黄的原因其实有很多种 可能是你的手心出汗啊 或者是你用Hand Sanitizer 还是你的手机壳 弄到酒精还是等等等等之类的问题 那么其实 这个手机壳它也是会变黄的 但是因为它有这个 德国TBU材质制造 所以它会延迟变黄的程度 给你们看 那你们现在看到它这个是完全透明的状态 那我自己本身也是用着一个透明的手机壳 只是我这个还用不到一个月 你们看 它就已经有点开始很肮脏肮脏肮 黄黄这样子了 然后我的同事 它是用着和 S21 Ultra同款的这个 近时手机壳 它用了差不多六个月 但是它变黄的程度 和我的这个手机壳是一样的 我们看 这个是用了六个月的 这个是用了一个月的 然后再这个是新的 所以如果你是喜欢用透明壳的人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找这种 带有TPU材质制作的透明壳 它的变黄速度就会比较慢 那么这个Hoda晶石玻璃壳 除了有透明的 有一个透黑的 放图片在这里 你们自己看 这样现在我们 try完的这个手机壳 我们就来try screen protector 那讲到screen protector 我就要跟你们分享一个故事 就是之前我们有拍一个 Samsung S21 Ultra的一个视频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去玩Go Kart linked Yan 然后他就把这个电话 带上去卡丁车 然后就要去拍那个情况 结果他回来的时候 他发现那个电话被尖掉 过我们去找的时候才发现 电话躺在一个小角落 然后拿上来看的时候 他的屏幕已经是 就是挂花的挂花 然后就 惨不忍睹就对了 那么今天 我把他的尸体带来了 你们自己看 Oh my God 多么可怕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在想 如果没有一个好的screen protector的话 你的手机基本上就是GG了 所以我们就来try这个 149块的screen protector 到底有什么好 那么我觉得screen protector 其实他们都是大同小异的啦 主要就是保护电话屏幕嘛 那么不同点在于就是他们的材质 还有你用的顺不顺手滑不滑这样子的 那这个Hoda的3D GURF class protector 它就是采用这个3D玻璃枪 3D强化玻璃制作 所以你贴上去的时候就 不要硬 我来拗拗看啊 你的电话也不可能会拗到这样啦 所以我就拗拗拗 这样子你们看 OK 还是可以的 但这个保护贴膜 它是全配版本 意思就是它的这个盒子里面还有一些可以贴这个贴膜的工具 就像平时我们买那个淘宝的手机壳啊 它都会附送一些screen protector嘛 但是就是一张screen protector吧 你粘粘了撕开就完成了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有一些这样子的工具 比如说还有这个UV的Glue UVLite还有这个installation cleaning kit 然后这个UVGlue的这个功能呢 就是让你在贴这个保护膜的时候 可以让你的屏幕玻璃还有保护膜一体成型 让保护膜更加的服贴 这样子它就可以提供你超声波指纹辨识功能 还有增强你的屏幕清晰度 就是这个UVLite 就是可以让你的这个UVGlue比较快感 就感觉像是我们女生去做指甲的时候 不是每次涂拗指甲 会把它放进去灯里面造 就是这样子的概念 好这样我们现在就有请我们的助理来帮我贴吧 你自己手残啊 你自己手残啊 我不要 拜托 拜托 帮我贴 来吧 我知道 我把这一颗就好 等下 我去的 我来自个人 我去一下 我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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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的 我去的 我去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这个镜与点栏目的边框旁边两边是有薄到完的 只是上面两个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小空间 但是几乎它就是没有太影响那个体验 你这样子看就等于好像是没有贴贴膜的感觉 还有一个就是他们讲一个好的镜与点栏目 你就是要看它有没有输油输水 这样子还有一个测试就是我们水已经准备好了 你这样子把它点在镜与点栏目的上面 它的这个水滴是一颗一颗这样子的 不会散开来的 你看看到吗 它的水滴是很focus在它自己的位置的 有些镜与点下去它的水滴会散开 然后这里好像一点点那里一点点 但是这个不会因为它的这个密集度很高 所以它都是集中在一个圆圆的一滴 然后我这样子把它滑 看到吗 它的水滴也是一颗完整的这样子跑来跑去 所以这个就是输油输水的镜与点栏目的一个特质 那么当然啦这个镜与点栏目的浮不浮贴的情况是很重要 不过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 它的触感和敏感度到底好不好 还有一个就是清晰度 这样子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它的指纹解锁 怎么我不可以解锁到 你有指纹吗 有 怎么我不可以 怎么我不可以啊 好 OK好 这样子指纹就小助理帮我测试了 这样现在就来测试它的镜与点清不清 两排个造型 个人觉得很漂亮很清晰 然后再来就是最重要的打game 打game这个东西吼 就是我自己有试过几次啊 因为我是一个很常会换screen protector的人嘛 然后每次用那种便宜的screen protector 然后有时你滑滑一下 它就会卡一下卡一下这样子 你的手可能不是很顺手 这样这个我们下来就来test看一下 一个游戏 现在我们来进到游戏里面 现在我们来test看它的那个触控 触控力 OK 就是蛮快的反应 而且你看像我刚刚讲的 只要你一装上壳 它的四边已经是包完刚刚好 OK 很顺效哦 然后 SUNY 我们试试看开枪的速度好 嗯 然后有时很像你玩这种 有时你会要滑左滑右 还是你要按这些 它的sensitivity都是蛮好的 也很快 不会很像卡住卡住这样 OK总结来说 今天就帮你们查了这一系列的 手机壳还有保护膜 然后发现到 它归是有道理了 因为是值得的 那如果是像我一样很喜欢 变变化的朋友 或者是不爱换手机壳的朋友 我觉得是可以值得考虑投资的 那如果你是不喜欢用这种 透明的手机壳的话 也是可以用这种啊 这种是 是雾面材质的手机壳 一样也是有 均规认证的保护作用 这样有兴趣的朋友 你们就可以自己到 HOLDA官网了解更多详情啦 今天Try手机Prolector的影片就到这里 你还想看我朋友Try什么 欢迎在影片下面留言告诉我 那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赞分享 还有订阅ZING Gadget的YouTube频道 并且打开小铃铛 就能第一时间收到 我们最新的影片通知 关注义君不迷路 带你回家住别墅 我们下个影片见 Bye by bwd6